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太多的人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为上一代活 为下一代活 甚至为不相干的人活 唯独忘了自己 所以有人说做自己是人生最大的奢侈 电影《狗是三里的少女》里玩 是个开朗 倔强的女孩和父亲 继母 弟弟 爷爷奶奶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 长辈看起来都很爱她 但是她并不开心 她不喜欢喝牛奶 一喝就吐 但是奶奶觉得牛奶有营养 上学前总要举着碗逼着她喝 她堂塞地喝几口 然后偷偷吐掉 她不喜欢狗 但是父亲为了关心她 送了她一只小狗 她被迫接受 然后跟小狗慢慢有了感情 狗却丢了 她明明喜欢物理 但是老师和家长都站在为她好多家角度 逼着她选了英语兴趣小组 她在无数次反抗中 慢慢疲惫 绝望 开始变得懂事 配合 却失去了自我 我们都曾渴望自由和梦想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却都要被迫接受成人世界的规则 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曾经的梦想 渐渐遗失在风中 曾经的柔软 统统被岁月打磨成粗粒的剪 我们活得面目全非 心理学家卡伦 霍尼说过 无法成为我们自己是一切绝望根源 深夜翻朋友圈的时候 看到一位好友吐槽 人到中年 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其实 在外人看来 她是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的范本 但是 她和我说过 她是活成了别人眼中幸福的样子 大学时 她想学绘画 父母却替她选了好找工作的金融 工作时 她想留在大城市 父母却在家乡为她找好了稳定的工作 恋爱时 她自己谈的男友 父母觉得家庭背景不好 托人介绍了有前途的男孩 别人眼中的圆容无憾 在她看来是无限遗憾 因为不会说不或者说了也没用 于是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一步步妥协退让 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模样 早上 想和她聊几句的时候 她的那条朋友圈已经删除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 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 许多人试图通过取悦别人来形成自我 但我们会发现 别人的应该真的太多 别人的期盼真的太多 别人的标准真的太多 以至于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 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经历这样的不得已 因为害怕被孤立 所以努力去合群 不敢独来独往 即使那样会更舒服 因为担心别人失望 所以委屈求全 安慰自己吃亏是福 因为因为不愿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所以拼命硬扛 直到身体亮起红灯 往往因为担心太多 顾虑太多 所以不敢执念自己的内心 戴着面具生活 越来越不快乐 一个人最大的敌人 其实不来自于外界 而是自己 一个人成长过程 其实就是不断与自己做斗争的过程 当一个人战胜了自己 也就踏出了成就未来的第一步 畅销书作家李尚龙 出生于军人家庭 在父母的期望中 他考取了军校 但是开学后 他发现自己的梦想 与军校格格不入 一度陷入深深的痛苦 他常常问自己 一定要合群吗 一定要和别人一样吗 最后他决定 要变得与众不同 要变得不可替代 于是 他不顾父母和周围人的反对 苦学英语 获得北京市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 随后退学成为一名新东方英语培训老师 一年后就做到新东方最受欢迎的老师 人人都以为他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时候 他又华丽转身 成为畅销书作家 他曾说过 直到今天都很庆幸 一次次选择离开 转变赛道 做不一样自己 当然 这其中必然有不为人知的艰辛 但是 破茧才能成蝶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胡诗的父亲 曾经自己编写过一部家训 开篇第一句就是 为人之道 再帅其幸 顺着自己的心意 去活 去努力 即使遍体鳞伤 最终只是个普通人 也心甘情愿 因为 那是自己的选择 人这一生 总有一些事 即使你拼尽全力 也依然无能为力 总有一些人 即使万般不舍 也无法留住 事事纷扰 几多艰辛 我们能做的 是顺着自己内心 尽力做好 有句话说得好 人生 其实只有一种成功 才是真正终极的成功 那就是拼尽全力做自己 五月天有句歌词 如果人类的脸 长得全都相同 那么你和人们的不同 就看你怎么活 当一个人内心强大 不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就活出了人生的意义 同学陶子 研究生毕业后 入职外资金融企业 从小白做起 35岁做到企业高管 在北京买了大房子 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 但是内部竞争激烈 以至于他直到38岁 才敢要孩子 本打算生完孩子 一个月就去上班 但是休完产假 他决定不再回去上班 他说厌倦的那种满是戒非 每天工作到深夜 夫妻俩连一起吃顿饭 都没时间的生活 放弃几十万的年薪 做全职嘱咐 身边人都为他可惜 丈夫也担心他会后悔 只有他自己特别笃定 我表达同样的担心时 他反过来安慰我 说自己在家这段时间 想清楚了生活的意义 因为产假期间 看一些育儿书籍 他多年前的作家梦 又舒然惊醒 所以决定一边带娃 一边写作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他的第一本育儿书出版了 我惊讶于他的写作能力 他笑着说 无他 热爱而已 在电脑面前 自己能坦诚 勇敢 写出自己的观点 度人 也自度 重要的是 这件事让自己活得自在随性 所以 不知疲倦 越写越快乐 当一个人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全世界都会温柔以待 人到中年 很多人懊悔 没能成为年少时 最想成为的那个人 凯探岁月弄人 其实 只要你愿意 一切都来得及 只是 要有勇气开始 有毅力坚持 犹太人有一句俗语 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 活出自己的人生 那还有谁会为你自己而活 人生时短 不必把时间浪费在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上 事实是 每个人都很忙 也并没有 谁真的会有多少心思去关注你 在意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重要的是 你要开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